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区预选赛的比赛直播 CSGO项目作为本年度的第一个比赛项目 在4月10日到5月9日之间 实质中国顶尖战队将为晋级中国区资格赛的名额展开殊死对决 没错 京东游戏冠名的WCA2017赛是由职业赛 平台赛 网吧赛 中外对抗赛和高校赛五大部分组成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国区预选赛CSGO项目 实质战队将在线上通过BOR双循环积分赛决出前两名 晋级中国区资格赛名额 届时我们将会在现场见证入围的全球总决赛选手 买靠谱游戏设备爱京东畅想极致购物体验 感谢赛事唯一指定平台5亿对战平台的大力支持 玩CSGO就上WePlay 好的 那今天我们来到第二场比赛的 对 乌鸦和VG的比赛 又是一个中投戏 也是昨天第一场也是这个乌鸦对战危机 今天也是第二场乌鸦跟危机 昨天是打成了一个1比1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半选图 乌鸦这边是先选了米尔治 昨天乌鸦的 昨天乌鸦是在哪是赢了危机 是米尔治吗 差不多吧 那这边直接上来拿了米尔治 今天危机直接拿了火车 对 因为昨天好像是打着古宝吧 对 那危机这边也是感觉 它火车可能会胜率比较大一点 我们直接拿了火车 我们也知道危机的火车 虽然说火车 我们也许说危机火车好 但是昨天被HP打成这个样子 那这两张图的话 第一张图还真不好说 因为我们今天也知道 昨天也是艾竹就回来了 也是拿了一张图 今天再打米尔治 因为最近危机米尔治打的实在是太多了 基本上有危机的比赛 就必有一张米尔治出现了 应该说最近的比赛吧 因为基本上都会有米尔治这张图 第二张图我觉得没有太大悬念 因为乌鸦这边感觉确实火车打的不是很多 但是乌鸦并不是说不能打 那这两支队伍实力也相对来说比较相近了 就看这个 其实强率之间交手往往就是差一波经济的事 就看谁把这个对方的经济能率先的就是抢了一个两天 对 我们经常会看到是说这个米尔治分非常相近 就有的时候就是差一局长枪局这样没刚下来 然后导致的说我连输两三分 所以说可能到最后16比13啊12这样的一个分数 其实往往就差一局 是的 是的 你看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个 就像刚才那场吧 牛方跟ZDM也是是吧 13比16也是因为一个经济的问题 OK 双方的第一张图 我们来看一下拼刀状况 这边开局的话我大概都能预测到了 然后刀局 是吧 乌鸦赢 然后手相局 乌鸦赢 好 剩下的下面比赛开始啊 就这样 我在想国外的那个解说 说乌鸦的时候要怎么说 乌鸦是吗 不是 差不多 他可能会读字母吧 是吧 UIA是吧 好的 你看到这个乌鸦也是直接迎向了刀局 对 两个判断先对了一个了 最近看的这个比赛 危机手相局的这个胜率 我们这大家都知道啊 我昨天就一直问你 我说这个乌鸦的叫声是什么样的 阿关就一直不 乌鸦叫声不是刮吗 是吧 是这么叫的吗 那暗里边是怎么叫的呀 我也不知道 我今天听到了一个变种满的乌鸦 好 Elevent 这边是烟火 A点直接出 那封一颗是哪烟 看看那边应该是张口烟吧 是的 看一下那边的话 B还想pick一下呢 其实这边A已经出来了 阿中是这个一点都不讲道理 阿中这一路打通各种顶前点 这边这颗烟也是两香烟之后 直接是混烟 是 包下来了 四打三看对面的一个回房 两个人走一个狗门跳台位置 看到了一个侧身 这还抓住了这个头 那最后A1位置也是锁定 A1过来对 那Free Man加一下过点 两个同学 两个被打残了 这沾一下就死 这三个人真的是 其实都是小声位过来 小声位过来 这Free Man这个点声节奏也非常的好 特别想说一句话 什么呀 年轻就是好 什么呀 年轻就是好 年轻就是好 1比0的一个比分 这个VG竟然是破天荒的赢下了手枪局 我们说了这个VG如果说我们来统计一下的话 就是我们WC这个积分赛 首相局赢的情况几乎很少 我刚说完 这边X一个头 小磊一个头 中路两个人压上来两把杀鹰 这VG这边我们也知道 VG这支队伍是怎么说呢 就是有个无限可能吧 是给他一个把AK 他能还你一个世界的这个队伍 对 小萨哥 GX 这个时候危机把节奏慢下来 二楼摸出来 第一枪打红 那小光这边再收一个呀 不是啊 这怎么感觉 首枪局拿下来之后 长枪局怎么说是要翻的 是中路 哇 艾朱 这杀鹰太粉了 哇 艾朱 这是一个杀鹰又抽了一个头 是的 哎呦那这边只有VG一把车王 一打四啊 嗯 这边火力还非常猛 有57 有Makton 有杀鹰 好 VG这边换到AK 看看吧 但是我们看到这局 乌鸦是很清楚的 你有AK 我不给你远点钢枪 是吧 我不给你远点钢枪 我这边就是打个人员 优势给你补一下枪 FREMAN 带帮我回走 一打四 看FREMAN能不能打成 哦 两枪抽红 是的 这个AK感觉有点保不下来啊 看到能不能捡到对面 捡到的话是很开心的 嗯 QKA 好的 基本上就是 还没捡到这把AK 大家都互有人头啊 除了这个谁 除了小塔哥 其他的真的是都收到了 这边艾朱俩 小蕾一个 QKA一个 翻盘成功 哇 这两枪沙鹰太玄环了 就是这么中路啊 走出来 确实真是有不信心 在这边二猪拿一把场枪啊 刚才沙鹰点掉两个人抽之后 这边场枪也直接拿起来 危机这一次我们看到闪闪闪延啊 中路配合B小 是不是要直接B点打一波顺暴 然后混烟埋包 看看是不是能打出来 中路到位 好的包交换一下 手枪慢慢摸到前脸 看一下 Jax这边的话 沙鹰会不会B小 小这边的话 小萨哥给一个炸雷 这边再刻一刻火拖一下 QK 来了 这个测身肯定是 没问题 打完之后接着往回走 那这边QK拱门拖完之后 小蕾这边也是中路压力不是很大 直接回身过来看一下比尔楼 再回来 投之物后面准备人雷 你中路这个人的站位的话 也大约的就已经暴露了 你这边是想把闭的一个情况 对 跳过来接住 好 不需要在这边等一下队友 两个人同步直接往包点拉 那这边包是可以下的 潇洒哥加一下过点 雪很红 这边断墙不要醉了 UK绝对是必须耿直的 是的 再拉过来 这边包一下好 锁定你位置 两个人过来包夹 看一下挨猪 哇 这个不讲道理 是的 小身位拉出来 一枪头又是直接打掉 1比1 嗯 2比1 2比1了 那下到包的话 危机应该是可以起了吧 我看下局 这局是刚了一下 那下局还是起不了 还是起不了 可以接着再小刚一波 争取再是跟这局起枪差不多 下一下包 那这局两局的胜利 我们看到乌鸦这边经济 直接是小萨哥7000多 狙击是给QQA扔出来 对 狙击这边扔给QQA 小光 小萨斯基奇 好 这是A点 我再爆一波弹 然后A点我再打一个 浑炎看能不能下到包 FREEMAN 阿中 四个二楼 那A1近点的话 这边就是等A1这个 等这个闪光弹来 哎 这边二楼的话 电视机光 踩着火出 二楼下来直接秒 FREEMAN 好的 另一边小光的位置被发现 对 锁定比小 来这边狗门钻的 哇 直接抢了一下VIP 2打2 那小萨里面后路抄得非常快 包是被打掉 我们看这个位置的话 QQA是直接躲住了 根本不出 等小萨这边报告一下信息 对 两个人来加这空间这个 哇 QA这时候再留一把 包掉在上面了 啊 那尴尬了 QA这波三杀提前是在这个位置 把这个 已经躲了好长时间 我们看QA在这躲着 嗯 好 这局VG也是 没有下到包 但是刚才那局下到包 累积的一个经济之后 这局可以把AK拿起来 3比1的一个比分 那乌鸦开局的话 这边也是打得非常的凶啊 阿中 过点烟 不封自己封一颗B小烟 好 过点烟这时候开始爆 中了一颗闪两颗闪 直接往外跳 先防一下前压 好的 对 但是这看到这边这样在穿啊 是直接穿死了 这个弹道一漏啊 是的 真的是 就奔着你那个弹道 我就来了啊 一缩下去 你抛出了一个诱饵 我就定位了你的位置 是的 二楼这边往前摸 是谁带包 这个手 二楼是FREMAN带包 那拱没有站住 那这边B小霞 B应该是可以打成了 小光 来了今年 我直接干了 那这边又是一个同步调 小光的位置被发现 那还有爱珠的位置 那B点基本上是可以确定是有小蕾在防守 哎呦 那个骚骚错了 对 哎呦 爱珠 爱珠是在A点 那B点下包 宝枪 QQA刚才是直接被打掉 我们现在回顾一下这个乌鸦身的这个防守啊 中路 中路是QQA 一个还是小蕾 然后A点的话是爱珠跟小光 啊 那B点是小塔哥跟这个小蕾吧 应该是 中路交给QQA 好的 二楼摸过来 确定二楼没有宝枪 没有这个宝枪之后 也是开始慢慢的景价同步的JX开始慢慢摸 好 左边直接架掉 3比2 哇 这局4,9的一个经纪 小蕾 GQ先拿起来 3比2 自己这边的话 只能是起两把大枪 嗯 爱珠 爱珠接着起 接着起杀鹰 爱珠的杀鹰我们都知道啊 刚才开局是直接打了点 对 小蕾这边A1架一下过点 先瞄住 中路 VIP掩住了 中路 不着急出吧 直接自己出 哎呦 这一颗闪 嗯 还好啊 这边是拖了一颗火 多亏小蕾这个GQ是没什么 是没架住啊 要架住的话 这个A1这个点还真是非常危险 二楼 B2楼这边摸到前点 就看近点这个小萨哥能刷几个 对 这边给一颗闪光 哇 一个 有没有第二个 有没有第二个 差一点 消耗了很多的血量啊 小蕾这把GQ在收 那这边QQ已经是回方过来 那这边不好打了 就是没有看 并没有看白车这一点 又是钢枪成功 嗯 Yuki Yuki刚才是打到小蕾 打到小蕾小蕾30多点血 但是我们知道Yuki这个 各个方向都有人啊 没有办法啊 4比2这边又是翻盘成功 维基这边经济还还可以 还可以 接着可以再起一把 双方比分这么交错的递增的话 确实跟昨天有点像了 一人一分一人一分 接着慢慢的全部往回要 哦 看一下哦 这个推着轮椅又上来了 好的 对 小蕾 小蕾这个点我们也知道啊 这个打WF的时候 也是有这个点的一个刷屏 哎 被吹闪 但是这颗闪是没有闪到啊 嗯 这确实这个 我们看维基也是有意识的 是吧 对 维基这边的卧 占的位置太深了 对 没有吃你这个闪 如果是前点的话 是能吃到这颗闪的 是的 对 因为这颗闪也是一颗顺暴嘛 你要顶前点的话是直接就 没有反应啊 就直接吃下去了 QKA的位置 我们看一下现在是在哪里 应该是要走到景佳 对 看一下这边的话 A点其实因为狗门这边封了烟了 所以说这边是一个重防 哦 要回防吗 哦 QKA这边 嗯 三点包A的一个战术了 对 中路先站住 二中 哎 狗门藏起来 哎 这颗火的话是直接是 扑到了烟上面哦 哦 我们看一下小蕾哥 哇 小蕾哥抓的这个timing 是的 抓着太平津 打得非常大 应该是听到脚步声了 嗯 现在把小光架死 那知道 对 小光是打个二楼的 这边VIP GX补箱补得速度非常快 慢慢的再往景佳搜呢 QA刚才是景佳 直接被Freyman给秒掉了 是啊 Freyman这边 然后直接下了一个二楼包 嗯 好 小蕾哥位置锁定 对 二打一 二打一有点难啊 这个位置 对 哎呦 我们看到GX手里跟Freyman 这个还有一颗烟啊 对 你看这两个假角的话 你过来肯定是死的 是 没法打 嗯 没法打 走过来 直接架死 再追回一分威胁 一人一分 你来我往 牧牙刚不刚 这时候就要问刚刚 好 各位 裸居 五甲鞠啊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一个 一场骚的操作 五甲鞠增加战斗力啊 五甲鞠增加战斗力 对 看一下小海 先跳过来啊 跟小蕾这个思路一样啊 先是A1驾驻 但是维系这边我们A1根本不漏 但是这时候中路 配合一波队友 这是谁啊 要出来过来艾珠 艾珠要潜压了 背身啊 背身躲壳傻 买回去了 没有 但是这边的话 QA是狙角瓦中 哇 中路这边 接着补防一个 哇 毕晓这个点也是铺的相当快啊 对 两个人啊 两把小手枪 怎么说毕晓还要我出屁个 嗯 哇 这次我们看到乌鸦也是思路很明确啊 就是过来 就是中路过来找你打 是 4打3哦 虽然说是小手枪 但是我们知道乌鸦这个枪法上面 手枪堪比大枪 嗯 小蕾自己一个人 应该是要信仰知悦一下 看到之后直接走 往后点跳 哦 这边不侦查直接架了 是的 小蕾这边的话 就架你这个头皮尾 你只要是这个纪念 你要是不打颗闪 或者是不烧口火的话 这不好说 对 哦呦 可以超市挥防已经下过点了 来了 有 骗到一枪 是的 这个小身位是拉你一枪啊 但是说过点 过第二个人就过不来了 是不是啊 反盘 反盘 反盘成梦 简包架住 free man 最终还是没有走掉 哇 太凶了 这个手枪觉得这个战术很明确啊 嗯 就是我中路找你对枪 是吧 你这边是我 反正我中路这边 刚才看毕晓放了两个 滚门放了一个 然后VIP放了一个 中路这边第一时间是四个人 那知道你中路顶多三个人过来想 我这边就是过来跟你换人 然后前期的话 换了一个人头的优势啊 一个四打三 是的 好的 应该是维基请求暂停了 维基 其实对这场比赛还是比较重视的 毕竟这个对面的这个对手啊 昨天是跟自己打成了一个一比一 嗯 应该是不能再平了 再平了维基这边这个军决赛 这个资格有点有点悬啊 因为天路那边 对 天路那边还没打太多 对 天路那边还没打呢 对 天路的比赛还都在往后拖 最近我们看到维基的比赛 乌鸦的比赛是比较多啊 对 因为他们的这个排期 都是排在前面了 嗯 后面的话 会不会再改期 这还要再说 因为现在的赛程真的是太多了 我们具体在内心通知啊 因为这个队伍之间 我们同一时期的话 也得看队伍的这个这个 正常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情况 看一下维基这局的经济 要怎么去平衡吧 啊 骑下小手枪 然后趁烟下包 这时候Edmonton已经起了一颗闪 全队只有一颗闪 然后是两把P250 三把Clock的一个情况 两颗闪的话 那应该是去打B了 嗯 也不一定 不能说的这么绝对 没有 你要绝对一点 打A还是打B 那不是打A就是打B吧 对 对对对 这个回答是完美的是吧 反正永远错不了 完美是不是 这时候我忽然想起来 某位 某位朋友啊 某位私交比较好的朋友 对 你看人家还真真不是啊 真是打A是吧 那这是中路 中路也走了 第一颗烟封住 但是就 现在就要看是什么呀 这两颗闪打出去之后 你有没有下包的这个时机 是的 因为都没有假 再加上A点这边 我们看到长枪也是比较多 哎 哎 哎 感觉是好像是谁乱入了一下 把这个子弹本来是MLAE这边 是吧 一个侧身全部刷死 哇 这个二楼下这个人 其实心里好慌啊 有点躺枪啊 发现这个左右两边都有两把小手枪 正在这个架着自己 是的 6比3的一个比分啊 那边3800 Advent 车王头之物 带拳 那其他4把AK 哇 QA这把狙击发挥的也是非常出色 艾珠近点的话MP9 我们都知道艾珠这个SMG用的是相当好的 之前看艾珠在打古宝的时候 单人防守A点中门谁来死谁 哇 QA已经是早早抢这个位置了 但是这一颗白 哇 位置让过来啊 又是重新追了回来 感觉 哦小蕾 穿头 再穿 再穿还有吗 哦 赶紧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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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怕 是哦 这都不讲道理了 我感觉 再来别来了 这阿仲选量太少了 这是再随便蹭你一枪 这边阿仲就是要积积的节奏 小蕾 我估计小蕾跟阿仲应该是比较熟的 再加上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啊 这些就职业选手之间枪法啊 真的是 就是互相的枪法都没有差太多 就没有说直接是一个太明显的谁上谁下 所以两个人一旦交上进啊 这谁都不服谁 14点血阿仲这边选择断一下后点 A点三个人集中 二楼 我艾珠 艾珠这把MP9真的是轻点威力无敌啊 慢慢的点射小光这种点射是吧 刚才我们之前提过 小光这种点射无敌 再来抓一颗头 保力压掉 7比3 一把枪也没有掉啊 只是血量上拼的有些残 是的 QKA中路是这个狙击偷的还是比较稳的啊 就是本管怎么走 你只要过来 我哪怕是你身位 穿过去啊 对 穿过去我都一样能追回来 维基这个经济现在是进入了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了 但是维基我们看到这局也是节奏打的比较快啊 也没有说打一个太多的一个就是套路出来啊 A1严峰柱二楼 往下走 满膜 哇 要换这边出吗 哎呦曼 追一个雷 哇 这个雷吃的还是比较上41点血 不出了 我再来一个 嗯 A1这边再来一个 艾德文特 阿中 这边配合一下队友啊 过来跟哎呦曼 哎呦曼直接往前顶了 对 A1这边的话先做出充小看 A1先拉 然后B包点那边 嗯 蹭一个头皮 哎呦还出了 这边阳攻了一下 接着往回走走下水道 是的 没办法 如果火拖住了 那走下水道 这是开始了这个马拉松长跑 对 万里长征啊 直接转回来 滚门包上 哦 这边小光血量不多啊 刚才队友也是有个交流打走 这个把宝点的人打掉了 剩下景佳这边 艾珠 艾珠还架好了你这边狗洞 看肯定有人钻 小法哥这边回方就位 我们看周围P250 还有谁 8比3 节奏确实打的比较快啊 我们看一下长枪局吧 长枪局这一局的话 VG 哎是又是打出了暂停 我们看一下啊 还是是VG打出暂停啊 那这一局的话 长枪局起完枪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大概VG的这个进攻体系 我们就应该知道了 现在A点爆弹或者是这个A点一线烟混包 再或者是B点快抢 这些战术还都没有完整的去展开 但是由于这个上半场的这个快节奏呢 比分应该是来已经来到8比3的第12回合了 那VG这边要是抓紧时间去抢分了 看这一局5100 进攻节奏比较快 但是我们看这个经济是起不了狙击的啊 除非你要裸着起 裸着起的话 你作为T边压力又比较大 很多时候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狙击是 比较比较靠换血的嘛 你要不带甲的话 一枪打晃已经瞄准 其实是非常受影响的 8比3的一个比分 暂停 考虑一下 嗯 这边只有阿尔曼一个人把东西齐全了 GX5500 FREMAN5500 这边是阿中多了300块 5300 Advent5100 那这边看一下 乌鸦经纪是忙忙好的 9100 其实他们这边的话已经打了几套战术了 中路这个 他们其实打中路的话 好像每次都没打下来 嗯对 每次中路就是刚一出来 我就直接被你一个给偷掉了 对 因为我知道乌鸦这边的话 要不然的话就是 你看像小蕾的话 喜欢这个中路直接这个压上去 嗯 然后或者的话QK这边的话 其实 居有的时候B小偷 有时候狗门偷 对 对 但中路的话给的压力很大 有点中路不定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VG 就是在前期啊 就是刚 就还没开始交战 在强点的一个过程中 这个人员损失比较多 那也是导致最终进攻的时候 这个人员有点不足 所以说这局比较难打了 看一下他们要商量一下 什么样的战术 或者是中路 中路你要强战的话 VIP这颗鸦是肯定要封上的 他占领中路之后 滚门这两个人 我看VG最常打的一个战术 就是中路站住 VIP淹住 然后滚门送一个队员上去 然后集中一波再夹一下B小 滚门这个人不参与进攻 然后B小的这三个 跟B二楼的这一个 去对B点夹 形成一个夹击 其实他们现在还没试什么呢 就是A点爆弹战术没试过 嗯 就是感觉VG这边 A点爆弹和A点的这个一线烟 他现在对A点的这个进攻 他打的不是特别多 嗯 就是老是到或者是到残局啊 就怎么着 就转点啊 才能打到这个A点 然后有几波这个关键的 这个经济局的时候 是往A点转也是被一波刷屏 那小光现在跟爱珠A点守的 又是比较舒服啊 可以试着 还是要打这个乌鸦的B点 但是我们看到上一局 或者上上一局的时候 这个B点也是有小蕾 有小达哥 那QK补防速度又是非常的快 我们刚才看到就是B2楼已经是要在转点的时候 已经是抢先抢到了B2楼前点 这个时候可可以已经是把中路放掉 然后超市家居加入B2楼 而现在这个VG 要不就换一下进攻节奏啊 要抢分的话 就是把这个节奏稍微慢一点 慢一点 然后稳扎稳打 然后A个点Pick 一个点7一个点清下来之后 或者多打一下fake 多骗一下你的回防 因为我们知道乌鸦这个回防速度也是非常快 所以说你这边要是演的稍微像一点的话 应该是能可以第一时间骗到一波回防啊 然后再抓着这个时机打一下转点 或者是直接打某个点进攻 看一下VG这局商量的这个战术 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开局的话双方基本上是你一分我一分 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手枪局VG这边拿下 然后乌鸦反反联赢三局 接着VG拿 VG这边是 经济是被打得很难受啊 你作为一个T边 这个经济现在打成现在这个样也是很 很不好 看一下阿中 阿中这局第十二回合的话 只有两个人头 但是因为这边VG只拿了三分啊 两个人头也没有什么太奇怪的 我这个暂停应该不是说商量战术的 应该是要说一点别的事的 估计是 他们自己要调试一下还是怎么样 可能机器或者是说 我们这一场准备打个驾驶 先上个厕所 哇 那其实也得给我们一个机会去上个厕所是吧 嗯 这个 我们看一下吧 这边还有四名队员没有起 还有四名队员没有起 9150 QK肯定是拿 这边QK起完了 这边QK起完了还有9000多 艾竹起完了还有一万多 上半场 乌鸦这边已经拿到8分 乌鸦拿到8分 其实乌鸦拿8分 维基拿个7分的话 都是情理之中吧 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维基如果拿不到7分的话 就不好说了 因为乌鸦我们知道 乌鸦这个进攻端打的也是非常的凶的 他远远要比这个防守端打的压迫力要大得多 我们看一下是这个什么原因 小蕾 哎这边乌鸦也是没有打出继续吧 我们看一下乌鸦打出继续了没有 好这边是 我就打了一下稍等 这边小光丢一下枪啊 丢一下枪玩 这个据说是这个职业选手啊 这个在练枪时间不多的时候啊 为了快速提高自己一个状态啊 开始疯狂按键盘啊 就是各种切枪 各种换枪 各种扔各种丢 其实现在的职业战队都好累的 就基本上一线队的话 每天的训练时间 就排的都是很满的 是 听说还不让谈恋爱 是吧 是好像是说是有这么个规定啊 说这个确实是 对 谈恋爱影响这个怎么说呢 也不能说影响吧 这个 每个人的情况不同 不是 职业选手是很 没有时间谈恋爱 是吧 确实很忙啊 我们从这一个月时间来看的话 我们来播这个比赛 因为队伍每天有不同的比赛 要打 我们一个月的话要播17天的比赛 你就更多 你播了35天 你想他们要打多少天 是 那 一个队伍平均每天大概是 其实六张图 我觉得就是一个队伍的极限了 再打太多 其实效果不会太好 对 然后他们这个 你看六张图 就打下来的话 差不多也得五个多小时了 五六个小时了 六张图 再加上休息时间的话 可能七个小时七八个小时都差不多了 嗯 那这么一天的话 其实强度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确实没时间谈恋爱 我年纪都小 谈什么恋爱啊 是不是 八比三 好的 那这边终于是 结束暂停 比赛开始 维基能不能赢 嗯 这张图真不好说 我觉得这张图 乌鸦因为昨天就赢过了 是 你说到现在为止感觉 维基并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战术 这边的话 中路三个人是直接终于出来啊 嗯 这谁啊 打得真大啊 好下人啊 接着追 KV好笨啊 过来抠一下 好的阿周 状态全开了 是的 这个确实是瞬间感觉动作是变得流畅 与厉害的许多 小小小说知不知道 双方都有影响啊 你快我也快 小光 关键时刻 第一个打掉 第二个有病 二打二的一个残局 看一下阿周这边呢 你已经架好了你小黑屋窗口啊 知道你在这边 一颗火 阿周二十二点血 血缶很残 一滴血 阿周蹲出来啊 多亏这个锁 火的蔓延比较慢啊 要快的话 二十二点血可能就直接烧没了 打克白 这边GX多好 这颗火差一点烧到 哎 烧到了 嘿 还好这一颗烟直接是风 跳一下 反一下点 好的 笑傻哥打完再假拆 阿周 好的 两个人把这个 我刚跟吓我一跳 我以为两个人站到一条线了 嗯 有点那个 还好是蹲下站过去的 对 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问题 其实威记这边也注意了 说我中路我就是硬抢 是吧 硬抢的话我就不用两个人上 我就直接三个人上 我把你中路强行一波硬控下来 硬控下来之后 我们看到拱门两个人往前包 在这个快速进攻过程中 阿周是率先打掉了两个啊 那A点的话也是率先打破 但是就看这个回防运气稍微差了一点点啊 基运站在了乌鸦这边啊 小蕾 小蕾 哇小蕾神器又拿起来了 小蕾这个连局我们知道 很多这个这个管剑的人头啊 包括这个面对对方抓住的时候啊 小蕾确实是 连局建立了很大的一个功劳 是的 A点四个人防守 A点是中防啊 直接是这个站前点防守 是 这边由于经济累积起来了 我们看到VG也是把长枪骑起来 呃 还是那个站出啊 中路驾驻 嗯对 把队友送到拱门之后 再针对B点做一个夹击 嗯 小蕾神器第一个头 B点是已经放过去了 我知道了 哇 看小蕾神器真好 先拖肩横腹 拖一下二楼 这边先打到B小一个 哇 你看这一套 哇 你看看这个时机炸 对 非常非常的有规律啊 对一颗炸雷 我感觉要够了 哇 两个人啊 我都已经看出来 小蕾神器 小蕾神器 我们看这个B点的单身方式 是相当相当的完美啊 是的 这每一步都是非常非常的有这个 有规律性啊 节奏感非常好 嗯 B小看到人之后先扔火防刷 然后再闪过来抓个timing啊 是的 阿中但是这个血量很残啊 六点血 嗯 小蕾 好的 封一下走位 阿中这边B包是掉到二楼 阿中这个没有办法了 就加了 三秒 来批 慢慢搜 阿中掰出来 好的 刚才我们看到啊 这个 小蕾哥这一套熟练的操作 真的是看出来经验非常丰富啊 是 选择的几个点位 这已经预判好你这几个人 到底都是怎么走啊 对 小蕾哥这个确实是 打得非常的 唉 单人防守能走成这个样啊 还能说什么呢 真的 单人防守啊 专了是 艾珠 好的 A1一颗火之后B下走位 清完之后发现没有人 中路这边我们看到乌鸦 还是做一个主动的前压 但是也是吃过亏 对吧 危机中路也是有过价点 所以说中路这边乌鸦也是 稍微稳一下 不着急往前走 三把车王 这边第14回合 危机还是把枪给起起来 小蕾中路过来看一眼 拱门这边啊 小蕾中路一架枪 拱门这边就接着过来帮忙 B点还是单人放手 这边果断堵一个4.4人A 那危机这边也是发现了乌鸦 是一个4A的情况 这边B点准备直接一波进 对 这边直接封了一下B小燕 我看一下 哦 来 来了 封好啊 B小燕封好 再一个顺闪出来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 我已经架好了 这个Gay杠 对 二楼慢摸 哇 再蹲 来了吗 这个时候也是很 容易穿成马蜂窝 是 这个时候先憋住 我也近点憋住 等兄弟过来之后 我们看 配合一颗顺闪 再往外直接跳 走窗口 那这边我们看小李应该是没有收到什么过路费 这边高点阿中跳进来 那这个位置站住的话 其实不太好打 再补枪B小这边打掉 三打四 哦 QPA这枪丢了 不应该再出来接住 哇 这枪很吉祥的已经是 好 一个大逆转 是 又可以这个点 哇 这边空枪稍微有点输 但是不着急对 对 2打3 这边是GX血量不多 但GX在二楼这个位置啊 不是第一点 所以说血量多少的话 没有太重要的一个作用 小光一颗火烧出来 那这边艾珠架一下过点 两个人先把断墙吃完 再后又回来 二楼 哎呦 慢个GX 好 一人一个头 10比4 这我们以为啊 这个有鞠有连鞠 这个都架住了这个点 我没想到见面啊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的啊 这个连鞠又是拿起来 好 不服 小李这意思就是 这怎么可能是吧 嗯 这个我 来吧 是吧 我们拼枪 我们从来不带怂的 小萨哥 二楼先封住烟 第一时间 这个烟啊 非常讲究 有的时候我们这个 在打平时娱乐局的时候 这颗烟随手就丢了 有的时候有的深 有的浅 有的有缝有的没缝 对的 小蕾 挑一下栅栏 A点准备爆弹 集中一波走 好好的 我们上半场是终于看到了一场 A点爆弹 这几个火 哇 葬身火海啊 这几个火好难说 我看乌鸦很显然 这边是防备非常的充分啊 天呐 走进来先直接套住 但是看一下 我们这边看啊 也有一颗火烧一下你包箱 这边包不好捡呀 嗯 包不好捡 这边加过点要过来的话 就直接被发现了 那原本丢的这颗火的话 应该是最终被锁定了它的位置 哇 关键时刻 艾珠掏了一颗烟雾弹出来 嗯 这 这可怎么打 再等15秒 再等艾尤曼自己摸过来 那这局的一个一打二 很不好打了啊 小塔哥这局杀了20个呀 第二楼 这个加点 还是非常稳 我们看一下艾珠 艾珠这边是加一下过点 不过猪肉再过来侦察一下 没有看到人之后 UK这边曼摸出来 把包已经是带走了 35秒放大脚步 直接走B点 包 对 这时候该说了 包呢 包不在了呀 神奇的包消失了 对 该动了呀 不动 选择堵一个点 选择堵一个点 没有问题 那UK这边就是 你爱堵哪个点 反正我是转了 转了包 转了点 下了包之后 我觉得现在这个 又不是说不可能赢了 下了一个B小包 这个时候看一下UK的位置 走哪 两个人 选择这边是超市回房 好 好的 这个包正好是二楼这个缝 可以看的 正合我意思 是是是 10比5 那5分 VG上半场拿到5分啊 那真不一定 真不好说 那小黄方交换阵 VG再做一个CT边 看一下乌鸦这边的进攻 能打怎么样 手枪局 看好谁小黄老师 手枪局啊 看好乌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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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最近VG的手枪局 我们看到昨天 这手枪局好像是四个手枪局 一场都没有赢 那不过你说实话 今天的话 这个VG第一个手枪局 不是还是赢了 是 VG今天开启了这个 赢手枪局的模式 看一下VG今天能不能再赢下一个手枪局 双方交换阵营 阿德文他这边是带烟带钳子 B点的话还是夫人们一个人 第一时间应该是单人防守吧 中路这边给一下压力 直接三个人前压中路侦察 VG不一般啊 这个双方是不是换队了 按理说中路这个点的话 应该是乌鸦比较爱这么打的 中路三个直接摸过来 好的 这边是把小弟撞死之后 对他因为是中路一波压出去了 包出来了 下水道 这小哥来队一下枪 我再有一个吗 小光 哇真厉害了 我们这个点 看一下艾文这边的话 是在这个警戛电话亭位置 嗯 再包一波 三打二呢知道艾文的位置 眼睁睁的看着毕小跑的一个 所以说我们看这局 应该是迅速的转点转到B点VIP 这边小黑屋有人在架 对 FREEMAN这边的话啊 直接直架二楼 感觉要刷屏 感觉FREEMAN要刷屏 FREEMAN我们知道是B点刷屏手枪小王子 年轻就是好 是手枪就是厉害啊 小洒哥比小摸过来 二楼这边放一下脚步 哇 这个特身 小洒哥可以的 你看一打一 FREEMAN 哇 这局 艾竹说谁说手枪啊 年轻就厉害啊 是吧 我告诉你我这个是吧 TAC9也是万年老TAC9 嗯对 11比5 小雷 车王 两把也可以拿起来 我要说近点的话呢 肯定是TAC9要 可以这个晃着大声位来 这个手速非常快的来打 对 CSGO里边是吧 两把手枪可以搭理出奇迹的 一个是TAC9 一个是武器啊 你就忘死了点就行了 当然这个前提还是要熟悉一下弹道的情况下啊 阿忠一颗近点瞬闪 自己一颗闪过来 近点出奇迹 大力出奇迹 一颗头直接抠死 A1这边从不出 二楼到位 直接往回走 拜拜 哇 跳下来这些两个 这可以是真能撞啊 是 再狗门再来一个 哦 这边烧狗门火 哇 阿忠 阿忠有机会 那这边满血 哇 太极限了 这个不像瞬间啊 只是瞬间的一换一样 阿忠刚才要是能躲一下的话 估计能翻盘啊 估计能真能翻 那这一局的话危机经济不好 乌鸦把这个枪直接是全买AK吧 两把吹风机 潇洒哥跟小蕾 嗯 表示我们要去挣钱了 是的 我那天跟小蕾就是看他们打那个 跟谁打啊 应该是排着郑阳阳他们了 嗯 对 跟郑阳阳说 说小蕾说我 我要教你一下 教你一种拳法 叫还我飘飘拳啊 哈哈 哈哈 随慢 两把吹风机啊 嗯 我刚才说了一出一两把的 就是一个总监 一个这个执行总监 嗯 还有一个技术总监 技术总监执行总监 这个哎 小蕾慢慢的下水道摸过来 我们看A1 二楼两个点架住 A2楼也是架住 那等一下总共信号 三点夹A 二中拱门这个点 15秒 要往前动了 来 走你 走 他没听 他没听你的怎么办 是的 你给他打个电话 这怎么不按照导演来说呢 嗯 有剧本的吗 咱们这是 没有啊 可不可预见啊 我们只能就是 我们大概我们的直觉会对哪一局能赢比较 就是这局哪一局 谁能拿到16分 比较这个明白 其他的我们都预判不到 二楼小光 刚拉出来 这边同步的三点夹A 来了 哎 近点的话 两把这个吹风机 追头 二楼下 QK 小塔哥乱枪之中打死了QK 好 哎呦妈 这边是补防过来 哇 这边的血量很残 FREMA追掉 最后只有艾珠一把AK 哇 不好说了 这边还有一个大甲 哎呦妈 可能是要翻盘成功了啊 还有在这边混两枪 艾珠 但是艾珠这边是一把AK啊 是 我觉得艾珠可能悬了 反正是艾珠这个移动范围太小了 被捐在这个死点了 15秒 再不下包的话 没时间了 艾珠打一个八点血 再撑 我 我 我 刚说什么来的 刚刚刚那个 说被捐在这个区域里面了 是的 18比5 13比5 艾珠被捐珠了 被捐珠 好 这是个多音字是吧 捐 其实是那么写的是吗 是一个矿 一个卷 对 好 知道你这区经济不好 我们看维基也是把把钢枪 五牙直接带队冲锋了 看看小雷 直接往左边来 来了 二楼下不看了 还有一个呢 交给队友来看 这颗白刀枪 我们看这谁啊 这个兄弟 阿忠是打掉一个 那这一波 其实是白刀了很多 真是枪杠啊 是的 阿佑曼 好的 觉得阿佑曼是一个会创造奇迹的男人 好 连刷两个啊 弗仁曼这边补了一个 那最后弗仁曼还有机会 因为这边艾珠跟小海哥选量都不多 看弗仁曼再打一个 狗门自己卑身太闪 这边是听到了 这颗闪的位置 也是让小海哥给听见了 是吧 所以说直接拉转 14比5 钢枪 对 不钢枪你就只能放赛点了 怎么说 是钢吧 对吧 我感觉是钢了吧 对 嗯 好 似乎也是听到了这个 小钢一下吧 是吧 然后把经济养起来看看关键局吧 这一局能打就打 打不了的话就15分 自己这边起一个全场全弹 能追几分算几分 嗯 A点二楼两 二楼三个 带包走 那这波的话我们看乌鸦打的 还更直接了已经是 知道你这几局经济都好不了 然后 你养不回来 二楼直接走出来 阿中 阿中 这个确实是很厉害 稳定的一换一能力 我 五压火力全开了 这五把AK 拿着他们真的开始转起来了 最后又是福尼曼 福尼曼表示我B点还没过来呢 你们就都死完了 我这面还没见呢 又剩60点血了 怎么打呀 包架好 嗯 小磊这把枪应该是掉在雷包点里面 所以说第一时间应该 捡不到 那福尼曼这边小宝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有一个小甲 好的拼出来打一个 再往回退 那这边CZ我们也知道啊 这个配弹啊 包括这个续航能力 近点杀杀力无敌 但是这个配弹确实是比较差的 嗯 15比5 15比5 能不能赢下一局 下一局啊 嗯 我感觉大胆的说出你的想法 我感觉这一分V记应该拿了 V记应该拿下了是吧 嗯 我觉得乌鸦应该能拿下 那我们看一下 是 拳枪拳弹 换一下点位 我们看到中路A点的一波fake啊 扔一下投注物之后 演的要像一点 起码你等A点这颗烟散了之后 再去转点啊 再把这个烟封完之后 再去转点打一下B点 好 我把A可以先驾驻 五颗烟 那这边A点要是打一个fake 然后是不是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吧 嗯 下水道驾驻 爱珠A2B2楼驾驻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这个 无压的 呃 V记的防守阵型 好 A点也是集中了三个 啊 油版过来看一下水道也是没有什么情况 等A1燃散 需要在这边驾驻屁股 这个点为卡的时间有点长啊 V记这边中路 还是果然过来pick一下 珍珍珍藏一下这个消息 好的 这边A点爆弹爆完了之后 我们看一下V记这边能不能骗到V记的回房 还在等时间53秒 走准备 真打 真的是又是这 A点三个是不是要真打呀 没有 A点两个真打 两个真打一个跑 嗯 哇 我们看到包是在第二 好 真劲了这个火弹出来 打得好像是不是 哎太像了 是不是 哇打两个就更像了 看不看着哎都来A点了 全回来 那这一波我们看到这个 傻了 V点下跑 不过呀这局也是非常心机啊 关键还是在QQA这个点上是吧 他要是死了的话 其实V记也就不用了 V记可能过个一两秒就知道 哦 V记在想哎呦你的套路我的心啊 是啊 哎呦曼这边意识到了 A点没有 那V记这边也是经验丰富啊 马上过来转点 但是我们看到屁股里边还有一个QA 是 哎呦曼这边先回头断一下 阿中这边已经 哦 一颗火踩着小蕾 二楼 好第一个 拖一下 再看一下小蕾的这个视角 拆包 血量太残了 哦 直接平拉打掉 嗯 对 16-5 那么恭喜一下V记 乌鸦 你就恭喜一下V记了已经是吧 嗯对对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恭喜一下乌鸦 对我们刚才也说了的 乌鸦的话在昨天也是说 在这张图上是战胜了他 嗯你今天也是咱们刚才说 你也是说的乌鸦 哦对我也是相信这张图是乌鸦能拿下来 因为在前几个长江局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 V记并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应对措施来打这个乌鸦 是的 嗯 那这次我们也是看到啊 首先V记这边节奏还是依旧是打他们一个明儿的一个风格非常快 嗯 那再加上这个这局的话我们感觉到就是乌鸦今天的状态啊 其实我跟你说跟乌鸦打的话快不一定是好事 乌鸦是比较枪刚的那种的话 你越快我打的这个我枪接的越兴奋真的是 哈哈哈我感觉是这样 是那我们看到这个这局的话乌鸦也是打一个大比分 那下张图是来到火车 嗯对火车的话是应该是V记的一个强度吧 我们看一下下一张图双方的一个表现 我们稍事休息 我们下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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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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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